一年多没见的富士山头 真的很难让人不惊呼 飞机上举杯开心会出国 不过让航空迷兴奋又感慨的 是这家波音747-400 要在2021年退役 最后一飞幸运参与 然后还蛮感动的啊 就是看 因为就是好像是全世界的 双引擎就没有了 蛮经典的啊 因为如果七八七是日本的代表的话 七四七是台湾的代表 波音747伴随着台湾 度过一段黄金岁月 更搭起台湾与友邦的外交桥梁 陈前总统卸任前 参访中南美友邦国家搭乘的专机 正是波音747 马前总统和李前总统出访 搭乘的也通通都是波音747专机 包含两岸断航五四年 首度富航飞往上海的班机 同样也是波音747相当具有历史意义 其实有很多的回忆 我第一次看到极光 也是在这架飞机上看到的 我跟着马总统的团队 在2010年是九博专案 我们到中南美洲 七四七四百主员休息室 这边就有一个逃生口 把这个东西掀开之后 主员可以从二楼马上跳到一楼 主员休息室紧急秘密通道二楼 直通一楼另一个747特色 我们的餐车需要电梯来 我帮我们运送到楼上去 门关上按下按钮 餐点搭电梯直送二楼 这也是只有747才有 很多的飞机在这个疫情当中 也提早退役 那七四七四百在这个时间 我想退役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因为我们后面 还会引进一些新的机种 尽管不舍但人到了 必须说在一件的时候 头等昌经典黄布文 也将永远成为回忆 尽管将走入历史 但波音747也陪着台湾 走过一段光辉岁月 赛顺郭伟轩 廖远宝台北报道